顿时一次一时就把他放下了 不是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来 一次就舍干净了 我过随带惠元寺盼门禁 再举惠元大寺的例子 惠元大寺这个诸杰在中国很通行 我早年在台中学华严经 就是学他的本子 这个惠元不是晋朝的惠元 名字完全相同 在佛教史里面称作小惠元 他是随朝时代 诸位将来在古人住宿里面 看到小惠元就是指他 他有无量寿金的住截 住得很好 他用的本子是康僧凯的本子 位移的 是五种原意本里面流通最广的 那么他判这个经就是静音书 静音书就是随带惠元 他老人家写的这部书 今此今天 二藏之中菩萨藏寿 这指无量寿解 二藏之他属于菩萨藏 为根熟人顿教法门 他把这个无量寿金判作顿教 云火之顿 怎么知道他是顿教 慈经正为凡复众人 厌尾生死 求镇定着 教令发心 生于净土 不从小 故大 故之时顿 我们想想 他是不是属于登教 真正发心求生净土 要把这个世间舍掉 你也不放下 去不了 你不能把娑婆世界带去 所以念佛堂的侯尚 那就是堂主 带领念佛人 常常提醒大家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一切 你才能往上 聪明人 要知道 能带得去的 再努力认真去干 带不去的 通通放下 不要再操心了 你看你哪是能 哪样带得去 念佛这一句佛号 你能带得去 发菩提心 这个心带得去 其他的带不去 带不去的 通通失掉 带得去的 你一心专念 确实这不从小 大了 他不是建修 他是顿 一生当中就成就 明朝 大幼师 盼小本岳 建顿分支 实属顿角 大幼法师 由弥陀金注解 他在注解里面 盼这个法门 也肯定他 他属于顿角 建教要修 多生多劫 才能成就 这顿角是一生就圆满了 我国注释 盼本金 大小二本 多同此说 故知 本金在顿建二教中 唯一顿角所实 以上 那就顿建二教而盼 若一 贤手 小时宗顿远 五教 一盼本金教相 这用贤手宗的 五教做标准 古今中外 尽宗诸大德 虽因纪远不同 而稍益其词 而其是指 莫不已本经 不但实属元顿角 且为顿中之顿 元中之元也 老爵士 老爵士 后面还有解释 清代 彭二林 就是彭其青 于其心论中 盼本金约 这个其心论不是大臣其心论 是无量寿经 其心论 就是彭其心论是造的 他在这篇论文里面 盼这个 盼这个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者 如来称信之元教 彭其心论 通宗 通教 邪密 云荣 是一位在家的大德 他是 清朝 乾隆时代的人 出生于旺族 他的父亲 关注的很大 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 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长 他就父亲 这个人非常聪明 若官 是九岁 好像考取尽死 净死基地 有家里环境好吗 这梅族官 他喜欢学佛 成天 跟佛母一些高僧大德 在一起 他学得很 很专心 很有成就 他由 无量寿经 启行论 还有 无量寿经的 戒本 他不是汇集的 是戒本 后面会提到 他曾经 说了一句话 后来的古大的 常常引用 他说这个话 是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我们有缘分 遇到这个话 跟开经济里面 所说的 意思很接近 开经济是 无则天做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彭基金 就是讲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你能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之后 你也能把他抓住 你不能轻易把他放过 那就太可惜 太可惜了 无量借来 才碰到一次 这句话是让我们珍惜 人生难得了 佛法难闻了 能闻到佛法里头 云中之云 顿中之顿的法 到哪里去掌握 我们闻到了 轻易放过 没有能掌握住 没有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是什么原因的 虽然听说了 了解的不够透彻 了解的不够明朗 粗心大意 没认真就学习 搞得这一生 依旧还去搞六大轮回 有时候都可以 所以 祝福菩萨了 视线在这个世界 你看 为我们会起 这样完善的一个金本 又遇到黄念苏老巨师 晚年 带着病 完成这一步 诸解 不容易啊 诸解里面 引用 古今经论 论书 193步 证明 经经 一切经所说的 祖师大德 那么所说的 助长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心 用心 两苦 真正是慈悲到的基础 经 多不多 我们再看这个诸解 在这个诸解里面看到许多经上说 许多祖师大德论书上说 还不动心吗 还不知道这一步经的宝贵呢 末法 往后九千年 一切众生 靠什么德度呢 就靠这步经典 这步经典 要大量流通啊 我第一次印这个诸解的本子 就印了一万诸 第一次 印下恋老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汇集本 也是印一万诸 一万诸 分量太小了 这个地球上六十亿人 好在这么多年来 我们利用微信电视 利用网节网络 把我们的学习 通过这些高科技的媒体 与全世界 有缘同学 一起分享 那么最近 听说 所谓的自然灾害 越来越多 真的 我们从资讯看到 频率不断地上升 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 所以我们把 华言经 暂时停下来 希望用一年的时间 我们重新再温习 黄年老的朱节 下老黄老 不是普通人 普通一般人 做不出来 这个事情 我们怎么报恩 一教封信 辗转流通 这真的报佛恩 报着两位老人 下面引用日本 倒影法师的话 他在无量受尽 真解 这个朱节 是倒影法师做的 直盼本金 我以本愿一尘 顿急顿俗 云荣圆满之交 彼土大德 多同次数 彼土是日本 日本净土宗很新生 这是隋唐时代 印度派了不少 这些高僧 在中国留学 他们清静过山道的死 清静过智者大师 所以这两位大师 在日本的声望 非常之高 在日本佛教寺院里 都能见到 大师的塑像 画像 在中国佛教里 见不到 到日本都见到 日本人对祖师的尊重 超过中国人 中国人 第一个是进佛 第二个是进祖师 日本人 第一个是进祖 第二进佛 有道理 祖师给我们进 像我们是第一个进父母 第二个进祖宗 日本 沉传了中国传统文化 一直到今天都不衰 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 大京涉月 天台 真银 虽借名正教 然比 时断获正理 故 故优势 尊敬教也 民 未断获 凡夫 直 除 过三界者 偏事 此教 这是用天台 真言神秘宗 来做一个比较 天台 跟密宗 虽然也叫做顿教 那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同意 断获正理 那断获正理 还是属于尖教 尖刺 像我们刚才讲的 断剑四番导 正阿罗汉 再断尘沙 正菩萨 最后断无名 这是正的佛国 是 顿断 他还是一个阶层 一个阶层 那么这个 无量寿金 不一样啊 他讲的是 没有断获的凡夫 烦恼一平没断呢 他就能 直接 超出 三阶 不但超出三阶 还超出十发阶 拼是次教 这两者比较的时候 故此教为顿中之顿 证明 这个见解 是有来有的 不是随便说的 呦 日西 这个思韵 他的名号叫日西 也是日本人 圣道 诸教 离世 云荣 仪 这利 是各品 一气 顿机 难得也 是以 教随 云 顿 忘记 自成 尽 净土 云 顿 这 与 圆满 俗 即 立业了 这是从很客观的角度来观察 圣道 诸教 是一切尽的 离 是圆荣的 这是真的 为什么呢 大小臣的 尽教 都是从世尊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哪有不圆荣呢 但是利益了 不一样 过人所得的利益 不相同 这是什么 这是 一切顿机 难得 圆顿 根性 太难了 一万人当中 难得 有一个 像六族会 能这个根基 我是三个老师 都告诉我 方斗梅先生 张家大师 跟李老师 他们三个人 没开过会 告诉我 同样的话 像慧能大师 这种根性 慧能大师 过去 没有 没见到过 慧能大师 过世之后 一直到现在 也没看到过 就那么一个人啊 空前 绝后 是三个老师 都警告过 你可不能 舍不到 方斗梅先生 告诉我 那叫一步登天 能登上去 成功了 登不上去 那就 跌下来 就 焚身 吹骨 所以 这三个老师 都警告我 不要去 学谈经 不要去 学慧能 方斗梅先生 介绍我 学佛 要从 法相中 下属 从 百法 名门 入门 像爬楼梯一样 一层一层 往上爬 你真的 理了 张家大师 要我 修清尽心 学 释迦摩尼佛 以释迦摩尼佛 为榜样 告诉我 都释迦方志 都释迦普 学佛 首先认识 释迦摩尼佛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的学习 不会走 岔路 不会走向歧途 我认识 李老师 李老师 把净土法门 介绍给我 把无量寿金 这个会议本 传给我 真的受用 所以说 更新不相同 我们不是 原顿更新 那就应当要 一门深复 常识 熏修 其而不识 你在学习当中 尝到味道 发胃 古来祖四大德 常说的 说 世卫 哪有 法胃 能 世卫是这样 六道轮回 要跟佛法 要跟佛法来比 那差太远了 法胃 确实浓于世卫 法胃里面 有从自信里面流动出来的喜悦 孔父子 孔父子 得到了 你看 能语第一句话说 学而实习之 不以悦乎 你能从圣人那边学到的 落实到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你内心里面就生发喜 那个悦 喜悦 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 不是外面环境 与外境不相干 所以 夫子 常道啊 那佛法 祖四大德 讲的就更多了 你真正 其如金教之后 常道乏味 常声欢喜 发喜 充满 注意不要小 小看这两句话了 这两句话 你要是明白了 你有大受用 世间厌余 常说 人风 习四 精神爽 换一句话说 你的体会到 养生 中年以上的人 都感觉到了 这养生很重要 身心健康 很重要 这是真正的佛报 那健康是什么 健康是欢喜心来的 如果你每天都愁眉苦脸 你一定多病 你哪来的欢喜心 所以健康就没有了 健康从欢喜心来的 每一天生活都快乐 这个人身心健康 病不生 年龄增长 老而不衰 这叫佛报 你要想得这个大佛报 大臣经教里面就太多了 到处都是 这是佛法 对我们 对我们最直接的 也是最少分的利益 你得到这个利益 肯定身心健康 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 再扩大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这叫佛法 小利 它不是大利益 大利益 是帮助你 成菩萨 成佛 你有能力 在变法界 虚空界里面 去教化众生 大利益 因为 顿及难得 像我们都不是 属于顿及 是意 教随圆顿 真的 圆人说法 无法不远 圆人看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尖教 那有一句 不是圆顿法文 这怎么不是 圆顿根基 看华言 看法华 看这个经 也变成尖教了 这是真的 那么 净土 一言圆顿者 这回归到 我们现在所修学的 这个法文 圆顿 这个语当 再说 为什么说 净土是圆顿 那就在 快速 让所修学的人得到圆满利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圆满的利益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凡夫 下凡 下凡的凡夫 没有智慧 现在人家没有文化 遇到这个法门 他能相信 甚至于他听不懂 只要他能相信 听得这个法门这么好 又这么容易 只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你看多容易 死心塌地一直念下去 都能成就啊 而且成就的时间不长啊 三年五轻就成功了 他到极乐世界就成佛去了 得到究竟圆满的利益 你说这个法门 这个经典是不是须于圆满 能讲得通啊 下面说 下面说 盖子其他圣教 虽一句 虽一句圆满之力 但众生根基 粗浅 莫名其指 无有 涅结其心 二梦发一 事故 发虽原顿 但以行人几前 顿发成见 原发成篇 这是事实真相 所以 教 这个 分宗叛教 对于 根基 前的人 有好处 对于原顿更新的人 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特别是 发心 将来学教学的同学 一定要 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自己怎么修 用什么方法去教别人 自己修 这一步经 是原顿 大家 这一步经 你要是通了 你念佛的功夫 可以达到 四一心不乱 你一心不乱 其他没有学过的经论 能不能通达的 能 真的是 一经通 一切经都通达 一个发门成就 八万四千发门 门门都成就了 这是华言上所说的 一切一切 一切经意 一点都不假了 你真的能相信 你就有福了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但尽宗则不然 人人能行 借得 真舍之力 不老断货 直出三界 故 实为 顿中之顿 圆满之教也 黄老 这个结论 记得好啊 净土 跟着一些 像华语 天台 三论 法相 密宗 不一样 为什么呢 他们那些 宗派 学习 确实分很多层次 就像读书一样 你的从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要很长的时间 未必能有结果 为什么 教理学的再多 会变成 常识 变成知识 不是智慧 为什么呢 妄想分别 知者没方向 所以 你依旧生活在 烦恼 苦恼的 世界里 你无法解脱 你得不到 大自在 你得不到 真正的快乐 那么要想 真正得到 佛法利益 你一定把烦恼 吸气 放下 回归自信 自信 纯净 纯净 纯善 我们中国老祖宗 讲得好啊 本心 本善 三字经上 第一句话说 人之初 心本善 回到本善 那才有落去 才会有法系 佛法的教训 终极的目标 就是叫我们回归自信 方向是一个 目标是一个 方法千差万别了 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 希望在一生当中成就的 这么多法门的 只选择一门 你千万不要选 两门三门 两门三门 你进不去 一门就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 一切都得到了 你所得到的是圆满的 那么佛说那么多法门 是给不同根性的人 去选择 不是叫你统统学的 你统统学 你就错了 跟在大学念书一样 只能念一个科系 四年就毕业了 你说把所有科系都念完 四百年都毕不了业了 你不会有成就 业门深复 常识寻修 就对了 真正了解 尽忠 人人能行 真实利益 不需要到货 就能超越 舍法界 不止三界 超越舍法界 所以是顿中之顿的 圆满芭蕉 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希望我们同学要认真努力 业门深入 常识寻修 过过都能成就 而且很快就成就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 感谢观看